我可以以朋友的身份 跟你們建議分享 從買屋賣屋 到租屋 裝潢 家具的挑選 甚至你如果對風水有興趣 我們也可以針對租屋族 做套房的風水規劃提醒 我從18歲離家出走到現在 一直是一個租屋族 換了很多間房子 那每次租房子呢 都至少要看個十幾二十間 很認真的謹慎的挑選要居住的環境 我想每個人都非常注重居家環境 所以這個節目呢 為什麼叫做有阿純好家在 我可以以朋友的身份 跟你們建議分享 從買屋賣屋到租屋 裝潢 家具的挑選 甚至你如果對風水有興趣 我們也可以針對租屋族做套房的風水規劃提醒 如果是住家 住家很有趣喔 如果一層兩戶 還有左右邊的格局 男主人當家和女主人當家 是要選不一樣的地方的 有時候每個房子的風水 會有它的獨特性 例如我家 我的主臥室的門 是面對一個狹長的走廊的 那在風水上來講 其實那會代表那個主人太強勢 但因為我是自己一個人當家嘛 所以這樣的風水 可能如果是一家人住需要破解 在我身上就不用 甚至我十九二十歲住的那個房子 天花板有丁字樑 一般風水是也會希望說這個要破解 可是我的老師都說 你十九二十歲啊 你以為我還沒有要結婚生小孩 而且我希望你可以 好好的認真工作 不要就是交交朋友 然後同居 然後就愛玩了 所以他沒有要幫我破那個丁字樑 我的經紀人康姐 他最近買房子了 買了一個實際瓶數 大約四十瓶左右的物件 那再加上他的先生 就是我的風水老師 所以我們接下來的極數呢 會去看康姐家裝潢前 然後還有我會陪他去挑 裝潢會用到的材質格局 我是怎麼幫他規劃 然後他們的臥室空間 跟音室空間 我連他主臥衛浴的馬桶方向都要管 這就是接下來你們有一集會看到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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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